今天的法庭公布了本案一个关键的证据 钱运会出示当天所带的附有微型录音录像功能的手表 据本台记者从庭审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这块手表是案发前一天晚上村民王立全交给钱运会 并教他如何使用的 而这块手表在第二天就记录下了钱运会遭车祸时的情景 来看法庭公布的画面 现行法庭播放从这个手表什么的摄像机中所提取的视频 这是钱运会的头像 打着伞 道路右侧有站道 画面有清楚没看到 这一路上钱运会一个人当独行者 一路上钱运会一个人当独行者 一路上钱运会一个人当独行者 这些发动机一直在响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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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块具有监控功能的手表 是温州警方在1月14号查获的 如何证明这块手表是属于前云会的 为什么案发十几天之后 手表才被警方发现 本台记者何盈昨天采访了 前云会案专案组的成员 怎么能够证明这块手表 确实是前云会本人的呢 我们新养处理的一个犯罪嫌疑人 叫王立强 从他交代手表是王立强拿到 然后交代前云会议 他们两个人就是进行了调试 在这个调试当中 这个手表里面还记录了 他们两个人的两张脸 这个事故发生后 王立强就是在10.15左右 这个时间 前云会已经压在这个体质的冷下了 他去把这个手表摘下来了 那么摘下以后 交给家里的老婆 然后交给他儿子 把手表视频要考出来 考到电脑里就说这个内容 王立强看了 看老婆看了 他的儿子看了 那么这个过程 可以说足以证明 这个手表就是 10的这个前云会 那手表后来就一直在王立强手中吗 从我们目前查证情况下 只有他们一家人知道这个手表 那些这个存在的内容 那你们在这个审讯 这个王立强的时候 他是如何解释 为什么他要把这个手表 藏在他们家 他有没有解释这个问题 他没有解释这个问题 他说这个是很明瞭的 这个手表如果是说 一拿出来是很明显 这个就是去交通 我说这个所谓的这个 某当他们心里也很清楚 经过对王立强 通讯以后 他交代了这么一个过程 因为我们马上藏上 他的老婆 以及他的儿子 藏上以后呢 他交出这个手表 那我们警方拿到这个手表的 具体时间 是什么时候 1月4号 1月4号 因为拿到以后呢 我们还要进去 这个技术验证 对这个视频的录取时间 包括视频录取的这些技巧 我们都要经过 这个技术公司的界定 界定确认 是前员会说 在此后录下来的 那么这个才能够 因为这个时间 我们是1月18号 交对检察院了 所以没有对外公布了 再一个就是说 这个事情 你要经过法庭确认以后 应该说才能够一个 合法庭局 想是被公布